拿著放大鏡往貝殼後面一罩 密密麻麻的文字刻的全都是心晶 花了一個禮拜的時間刻出的文字 比頭髮還細 也比螞蟻還要小 就能功力讓人嘆為觀止 這東西就是要非常的穩定 那自己的氣力要非常的 呼吸要均勻 有時候不能呼吸啦 那也要就是說很秉氣凝省 然後力道要非常的均勻啊等等 這樣要穩定 這就是這個東西最主要的一些困難點 因為對宗教感興趣 所以在葫蘆貝殼和竹器上面刻上大大小小不同的心晶和佛像 有的甚至小到沒拿放大鏡看根本看不到 這樣的微雕創作對藝術家來說是個人專注力和意志力的挑戰 而也由於定居九分的關係 在他千匹系列作品裡 也在筆金上刻上礦工和礦車等造型 精細的程度不輸給心晶創作 他是一定是從頭開始刻 從頭刻到腳 那上面刻下來的時候一個過程就是 第一個關口就是他的脖子 因為他脖子比較細 那開始就刻到手 因為手又懸空了一點部分 那這是慢慢的就開始到了腳 那腳因為我們喜歡他的立足點越來越小 那越來越小就是說 這是挑戰自己啦 往往上面都刻好了 那就剩那個腳底的一顆常常他就離你而去啦 那這時候深呼吸一口氣吧 再削個鉛筆再來一次吧 他困難點是這樣 這對自己的要求是最困難的 藝術家表示欣賞他的作品 就如同他的創作都需要全身關注 不然就看不到精粹 而這些微雕作品 目前正在台中大東文化中心展出 時間到29號為止 歡迎民眾前來打開眼界 記者李江台中採訪到